第五十二集 出目寻耀 杨过这招木兰回射 阴毒无比 赵志敬正自全神倾听甄志炳与杨过二人说话 哪料到他忽然偷几 逮得惊觉 剑尖已刺上了小腹 赵志敬只敢微微一通 历时气韵丹田 小腹陡然间向后缩了半尺 急起幼腿 竟然将杨过手中的长剑踢飞 杨过不等他右腿缩回 甚至向他的西弯里点去 郑重穴道 赵志敬虽然逃脱性命 却再也站立不住 右腿跪在了杨过的面前 杨过伸手接住从空中落下的长剑 只在赵志敬的咽喉处 赵志敬 我曾拜你为师 磕过你八个头 现下你已非我时 这八个头快磕回来 赵志敬气得都快晕过去了 脸皮紫胀 继承黑色 杨过手上稍稍用力 渐渐陷入他咽喉肉里 臭小子 你要杀便杀 多说什么 过儿 事事不详 你叫他历时不说今日之事 就 就饶了他吧 杨过对小龙女之言奉若神明 听他这般说便道 你发个试来 我不说就是 发什么试 不诚 非发个毒试不可 好 今日之事 咱们这里只有四个人知道 若我对第五个人提起 叫我身败名利 出处失门 为武林同道所不止 终于不得好死 小龙女和杨过都不安事事 直到他当真发了毒誓 甄志炳却听出他誓言之中 另藏别意 但要提醒杨过 又绝不便明注外人 只见杨过抱着小龙女 脚步训捷 转过山腰去了 甄志炳左手两根手指上 鲜血不住直流 他就那么痴痴地站着 竟自不知疼痛 杨过抱着小龙女 回到古墓 将她放在寒玉床上 我身受重伤 怎么还能与寒气相抗 原来姑姑受伤如此之重 当下杨过抱着小龙女 到隔壁小龙女自己的卧房 小龙女自将寒玉床让给杨过后 初时仍与杨过同事而握 过了年雨才搬入隔壁时室 小龙女刚一握倒 又是呱的一声喷出了大口鲜血 杨过赤裸的上身被喷得满胸是血 小龙女喘息几下便喷一口血 杨过吓得手足无措 只是流泪 我把血喷完了 就不喷了 又有什么好伤心的 姑姑 你别死 你自己怕死 是不是 我 我死之前 自然先将你杀了 这话 小龙女在两年多前曾说过一次 杨过早就忘了 想不到此时重又提起 怎么 我若不杀你 死了怎有脸去见孙婆婆 你独自在这世上 又有谁来照料你 杨过脑中一片慌乱 不知该说什么好 小龙女吐血不止 神情却甚为镇定 浑弱无事 杨过灵机一动 奔去掏了一大碗玉蜂蜜浆来 为小龙女喝了下去 这蜜浆疗伤效果有神效 过不多时 小龙女终于不再吐血 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杨过心中略定 只是精疲焦急 再也支持不住 坐在地下 也以墙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呼绝咽喉上一惊 当即惊醒 她在古墓中住了多年 虽不能如小龙女那般 在黑暗中事物 有如白昼 但是墓中来去 也已不须摒烛点灯 杨过睁开眼来 只见小龙女坐在床沿 手执长剑 剑肩 竟指在她的头头 姑姑 你 过儿 我这伤势是好不了了 线下杀了你 咱们一块去见孙婆婆吧 姑姑 你心里害怕是不是 挺快的 只一剑就完事 杨过剑小龙女 眼中呼发一光 指她历时就要下杀手 胸中求生之念 热切无比 再也顾不得别的 一个打滚 飞回去踢她手中的长剑 小龙女虽然内伤沉重 伸手训捷竟是不减凝食 侧身避开了杨过这一脚 剑肩 又点在了杨过的猴头 杨过连变几下招数 但是她每一招每一事 全是小龙女所点拨 哪能不在她的意料之中啊 长剑如影随形 始终不离杨过咽喉三寸之处 今日逃不了性命 定要被姑姑杀了 杨过危急中双股一病 平须击去 她其小龙女伤后无力 招数虽精 改无尽力于自己队长 小龙女识得她的用意 仍是上身微策 让杨过的掌力呼呼凉响 在自己的肩头掠过 叫道 过儿不用斗了 小龙女长剑掠铁 渐渐颤了几颤 一招巧妙无比的分花浮柳 四左十右 已点在了杨过的猴头 小龙女运进前送 正要在杨过的猴头刺落 见到杨过起怜的眼神 突然心中伤痛难惊 灯使眼前发黑 全身酸软 当的一声 长剑落地 这一剑刺来 杨过只有待死 不料小龙女竟会抛剑不刺 杨过一呆之下 随即转身逃出 临出门时 回头向小龙女望了一眼 只见小龙女半身倒在地下 长剑落在身边 嘴里两道鲜红 从嘴角边缓缓流下 双目紧闭 昏暗之中 但见小龙女 本来白玉一般晶莹的脸色 似乎变得有些灰扑扑的 姑姑就要死了 我说什么也不离开她 她要杀我 让她杀好了 杨过抢身过去 靠墙坐倒 将小龙女的身子轻轻扶起 靠在自己的胸前 伸手到石桌上 将那碗尚未喝完的 玉蜂蜜拿过来 她左手拨开小龙女的嘴唇 将蜂蜜缓缓灌入她的口中 小龙女喝得几口蜂蜜 微微睁眼 我要杀你 你 你怎么不逃走 我舍不得离开你 你杀我也不打紧 你如果真的死了 我就自杀 否则你到了阴间 没人陪你 你会害怕的 小龙女听她这几句话 情深无限 没有半点假意 心中平静 便呼吸顺畅 迷迷糊糊的似欲睡去 杨过将她抱起 轻轻地放到床上 拉过伯背 盖在她的身上 杨过打亮火车 点燃石桌上的一支蜡烛 见小龙女脸上微透红韵 嘴角边露着笑意 先前重伤垂死的颓态 已大为改善 我受计吐血 师父以前曾说 该找人参 田七 红花 丹归之类药物服了 慢慢调养 否则吐血不止 伤势难约 我这就出去找药 姑姑 你乖乖地躺着休息 你要小心 是 姑姑 我不放心离开你 你去好了 我就要死 也等你回来再死 杨过心想 古墓中没银子去买药 到山下见到药店 或偷或抢 见机形势便了 便急走出古墓 但见阳光药木 清风浮体 花香扑面 豪鸟在树 哪里还是墓中 阴沉惨达的光景暗 杨过回到 红花丛旁 先前练功之处 赵志敬和真志炳 已人影不见 他便展开轻弓 向山下急奔 中午时分 已到了山脚 他放慢脚步而行 走到西边 将自己身上的血迹 稍事清洗 走了一阵 腹中饿得 姑姑直响 他自幼闯荡江湖 找东西吃的本事 着实了得 四下张望 见西边山坡上 长着一大片玉米 于是就过去摘了五根棒子 玉米尚未成熟 但已可食用 他拾了一些枯柴 正想设法生火 烧烤来吃 呼听术后 脚步声细碎 有人走近 他侧身先挡住了玉米 以免被香农 捉贼捉脏 在斜眼看时 却见是个妙龄道姑 身穿杏黄道袍 脚步轻盈 缓缓走近 他背插双剑 剑柄上 血红丝巾 在风中烈烈作响 显示会舞的 杨过心想 此人定是山上重阳宫里的 多半是清静散人 孙伯二的弟子 他心计之余 不敢多生事端 低了头 自管在地上 拾得枯枝 那道姑走到她的身前 问道 喂 上山的路 怎身走法 这女子是全真教弟子 怎能不识上山路径 定是不怀好意 顺大路上去便是 那道姑见杨过 上身赤裸 下身一条裤子 甚是必就 蹲在道旁 拾到柴草 料想是个寻常庄稼汉 他自负美貌 任何男子见了他 都要目不转瞬地 待看半场 这少年居然瞥了自己一眼 便不再瞧第二眼 竟是瞎了眼一般 破均勇气 但随即转念 这些蠢牛奔满一般的乡下人 又懂什么 你站起来 我有话问你 傻小子 我的话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可是我不爱站起来 你瞧瞧我 是我教你站起来啊 怎么他说话这等怪物 杨过抬起头来 只见那道姑肤色白润 双颊褻红 两眼水汪汪地斜腻自己 似乎并无恶意 一眼看过之后 又低下头来拾柴 那道姑见他满脸稚气 虽然瞧了自己第二眼 仍是毫不动心 不怒反笑 原来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那道姑从怀里取出两钉银子 叮叮地互相碰撞了两下 说道 小兄弟 你听我话 这两钉银子就给你了 这亮晶晶的是什么 这是银子 你要新衣服啦 大母鸡啦 白米饭啦 都能用银子去买来 你又骗我啦 我不信 我岂是骗过你啦 喂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人人都叫我傻蛋 你不知道吗 傻蛋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只叫我仙姑就得了 你妈呢 我妈刚才臭骂了我一顿 到山上砍柴去了 我要用一把斧头 你去家里拿来 借给我试试 杨过原不想招惹他 但听他说话奇怪 倒要试试他有何用意 于是索性装吃乔呆 正正地望着银子 那使不得 我家斧头不能借人的 要是爹爹知道我借给你 定要用扁担揍我的 你爹妈借了银子 欢喜还来不及呢 一定不会揍你 那道姑说着 杨首将一定银子 向杨过智趣 杨过伸手去接 假装接得不准 让那银子撞在了肩头 落下来时 又碰上了右脚 他捧住右脚 左足单脚而跳 大叫着 你打我 我跟妈妈说去 他大叫大嚷的 银子也不要了 向前急奔 那道姑见他傻得有趣 微微而笑 解下身上的腰带 向杨过的右骨灰去 杨过听到了风声 回头一望 见到腰带来时 他吃了一惊 这是我古墓派的功夫 难道他不是 全真派的道姑 我看上去 感谢观看